指甲真的很累 突然有可能開在路上的時候 突然坐在椅子上動一動 椅子會提醒一下 客運駕駛訓練員還沒正式上路 就先擔心起未來工時 不少客運駕駛甚至在網路上 抱怨不為人之心酸 洋洋洒洒列出近30項 表示時間跟薪水根本不成比例 儘管月薪高達6到7萬 不過每天工時最多長達15個小時 還只能月休4天 以9月舉例上班天數26天 換算下來一個小時只賺154元 直逼最低基本時薪150元 還要面臨飲食時間不正常等等狀況 駕駛缺口不斷擴大 讓交通部祭出高額不住 這一批大客車受訓員 準備大客車駕駛口罩時 可以領14000元 受訓兩個月時可以領46200元 任職超過6個月將會拿到3萬元獎金 總共9萬元的高額補助現在吸引 215名駕駛心血投入 規模創下史上最大 但真的能留住人嗎 現在進來是人很多了 但是流出去人很多也很多 這個流動率很大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個流材料這個部分 能夠確實的能夠發揮它的力量 所以我認為我建議啦 呼籲政府還是加大籌碼 業者坦承關鍵是否能留住人才 客運產業工會點出問題 政府需高規格控管工時 嚴格執行勞檢才能解決根本問題 客運駕駛鬧人力荒連帶影響工時 還有行車安全等等問題 也讓交通部重金偵材 善效如何還有待時間檢驗 記者郭先生楊良文於台北採訪報導